大家好,我是莊魔力 十个女人有十一个都爱美 大家都赞同我的说法吗? 我是一个藏不住室的人 有什么好的就想分享给大家 自从学会了闺蜜这样子吃香蕉之后 肚子还真的小了很多 以前的裤子又要系上腰带了 整个人下来都轻松了不少 之前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的这种心态 没想到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居然改变这么多 假如你平时懒得运动没有时间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你一定要看完先点赞收藏起来 要不然就找不到我了 最主要是这个方法也花不了你多少钱 而且简单易做 首先准备两根香蕉剥去香蕉皮 如果大一点的香蕉准备一根就可以 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尽量切得厚一些 每天少花几块钱去买麻辣烫 还不如留着买点香蕉试试今天的这个做法 保证你一个月之后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现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食欲也会跟着大增起来 在你不知不觉中体重又会上升呢 前段时间碰到我以前一个玩的 很要好的女朋友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真的把我吓懵了 生了五个小孩了 一看她的腰和少女一样特别的细 我就问她你这么多年是怎样保持这么好的身材的 我朋友然后就告诉我 她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持自己的身材的 而且已经坚持好多年了 听她这样一说我回家赶紧坐起来 想着反正每天也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 不妨试一下 主要是花的钱也不多 一天才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了 没想到试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改变还蛮大的 切片之后装入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酸奶 酸奶我们最好选择那种糖分低一点的 不用天天吃一周吃上五到四天左右就可以了 我呢一般都是早上的时候吃 但是还会吃上一些别的东西 吃了之后保证你第二天准时上厕所 这期间我不单单只是吃了香蕉酸奶 还搭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比如说一周跳上四五天的健身操 最主要是这期间一定要多喝水 酸奶倒完之后再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使每一片香蕉都能够均匀的裹上一层酸奶 它的口感吃起来像吃小点心一样特别的好吃 有香蕉的甜味也有酸奶的奶香味 这种甜度刚刚好非常的美味 而且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如果你平时像我一样不怎么喜欢运动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试试今天的这个做法 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出去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磨砺天天分享